最后参考放这边 所以你打开第五个单元这边 相关的动作这边都有 其实有把它截图下来 另外VBA程式也写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地方可能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这边总共不是只有住专而已 因为还有什么 还有领主、办事员、助理员 总共会有四个工作表 那如果你只有做一个的话 那感觉好像其他的办 难道还在另外再做吗 最好是可以跑一个VBA程式 我跑这个地方 其实这边有个特点 就是说跨工作表 最好是什么 一个做完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最后再切回来 所以这两个按钮 其实是按一下它 它会做第一个 太快了 做第一个 做第二个 做第三个 做第四个 再切回来 有没有 这样的话感觉 那清除的话也是这样 先清第一个 再切到第二个 再切到第三个 再切到第四个 然后做完再切回来 我清除 不过因为这电脑太快了 我希望它跑慢一点 可是没办法 它没有开关 跑慢一点 Slow motion一下 有没有 有啦 有感觉的 有没有 然后切回来了 如果你要再做 所以以后 想要你懂了这个方法 有些东西资料更新完之后 你就按个按钮 就OK了 全部跑完了 那有哪些地方 可能比较特殊 我又把它写在 这个云端上面 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这里 清除的话 一般是for I 一般我们原来的回圈在这里 刚刚的回圈就是说 我清除单一个工作表的时候 是for I 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这个回圈指的就是单一个工作表 那外面的回圈是多工作表的回圈 那因为我总共几个工作表呢 我有四个 所以外面多一个什么 再包一层for S S我是叙迟的缩写了 S等于第一个工作表到第四个工作表 然后呢 主要就是用这个方式在切换不同的工作表 那叙迟一 有没有 指的是第一个工作表 点slater就是它选取的意思 先选第一个 然后做完这些事 其实把它全部清空嘛 然后换ness ness的话呢 就是跑到这边来 就是变二嘛 S就变二 所以 取责二 意思说帮我点第二个工作表 然后帮我怎么样 从头到尾清掉 清清清 有没有 然后在第三个 第四个 全部清完之后呢 又多写一行 有没有 因为还要切回去嘛 不然你跑到第四个 哇 他怎么不回来了 有没有 最后的话 再帮我切回到第一个 这样就感觉很贴心 有没有 感觉就乱起来蛮 因为要跑回去第一个 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输出公式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架构 差别只是说输出公式而已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等于说 以后如果你有多工作表的话 其实 只需要增加什么 外面再包一个 就是工作表回圈 然后呢 点选 点选 点选一说 我切到那边去的意思 切过去清除 切过去清除 最后再把它切回来 可以稍微模仿一下 这还蛮好用的 刚刚那个效果就 最重要是这个地方变更而已 然后把我们原来的回圈 把它放到这个中间 建议是按Tab键 应该是Tab一个 Tab两个 有没有 把它放在里面这一层 就大功告成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因为这个 假如你要把VVA套用进来的话 真的感觉就可以 尤其是你那个工作表的数量越多的话 哇 那感觉 那跑起来就感觉越有 越有那个feel了 而且跑起来 感觉 就是 很 很那个的感觉 OK 有时候叫很疗愈的感觉 有它自己跑 有时候才看到那个 电脑随时自己都在动 其实你根本没有动 它就在动 时间到就动一下 时间到就动一下 好像它里面有人明明在这边操作 但实际上没有 都是层次来操作 那些感觉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在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待会的话呢 这个完成 所以我把它放在云端的第五个单元 这个地方 那再来待会请各位参考 那个第五个单元里面的饭店管理 那我大概前面有个叙述 那关于刚刚的这个问题 我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了解一个题目 如果像以这个来看 重点就是这个所谓的名称 名称管理员 那名称管理员里面有很多个范围 以后的话我们就用范围 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包含哪一些 你会发现 刚刚这个有四个东西 我们要完成 有没有 那这些相关的资料在哪里 其实你可以看哦 其实刚刚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写的部分 应该是hotel detail 那我怎么知道是这个 你可以点选它 它会切过来 切过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范围 就是i2到k14 所以其实应该是哪里 这里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有 总共有三个三栏 然后第一栏的话 找 所以找的话一定是找什么 hotel name 找它的全名 然后带的话 它的第二栏就是它的ID 所以找一定是找这一个 那带的话把这个带回来 所以刚好符合我们的需要 那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 包含就是说booking 第一个 它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全部 指的是哪个方法 看一下这个 它会有虚线在这边 意思是说这整个 而且它选其实包含栏位名称 其实理论上是不需要 但是其实你选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不影响 那其实hotel day 哪一个 这个hotel day 不知道等一下在下面 就这个栏位 这一栏 这一栏是hotel day 所以其实这个是单一栏 hotel ID 点一下 就是这一个 那check in等等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大概run一下 它到底每个名称对照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们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我们的需求 所以第一个booking ID 这一栏我希望产生它的对应的 它的编号 它的编号规则我刚刚有讲过 基本上就是会有 大家有相关的说明 就是说这个说明里面蛮繁琐的 大家看一下 那问题就是这个 缩写一杠 然后哪一天check in 但是一定要是月跟日 而且要事 住几天 它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第一个 我们如果要完成这件事的话 第一个等于什么 先把那个缩写查出来 所以我要用这个来查 Hotel名称查询 所以第一个 一样用什么 用那个 VILO函数去查 查什么 查这个 它的Hotel的名称 去哪边查呢? F3 刚刚有讲到有个Hotel的detail 的一个名称 这边Hoteldetail在这里 它的detail内容 详细内容 然后点第三个参数 如果你不确定说 你的查询要带回来哪一栏 我的习惯是再点上去一下 大家会切过来 看一下 我要查的第一栏在这里 帮我带第二栏回来 第三栏我不管 OK 所以第二栏输入2 比对方式要完全一样 输入0 这样的话 我们就OK按确定 有没有 就一个缩写出来了 另外当然还有一个 你其实可以 像那个B2 这个 这一栏实际上就是Hotel 它还有第一名称 所以你甚至也不一定要用B2 其实你可以什么 F3 它有没有叫Hotel的 还是Hotel 有个Hotel 应该也可以用这个来 对这个也可以 因为它刚刚有第一个名称 这个也OK 你用B2 或者用它的定义名称都可以 第二个的话 AND AND什么呢 AND一杠 一个简的符号 然后在AND什么呢 它哪一天入住 哪一天入住 这个 这一天 有没有 第二 可是你打勾的话 它变成说 它是一个 什么 三万九千八百一十九这个数 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要 要四个年 年不要 月跟日 而且要四个字 所以这边你可以用格式化 Test 千瓜胡 把这个资料带进来之后 格式化成什么 月两个 MM 日两个 DD就可以了 MMDD 指的就是我只要月跟日两码 有没有 OK 好 打勾 这个好像前面有大概讲过 01 06 然后再一个简的符号AND 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在AND 后面住几晚 不是 住几天 那住几天的话 应该是check out的日期 有没有 再减掉什么 check in的日期 不过减完之后 变两碗 那我要是 几天的话 那变什么 再比较加1就可以了 有没有 2碗 那加1就变成3天 所以刚好三天两夜 好 那按打勾 有没有 几晚 3天 他住了3天 然后再来的话 最后就是AND 一个减号 然后再AND 然后再AND 他的名字叫什么 first name 串在后面 打个勾就可以了 好 最后就做出了 所以最后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反正就是四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hotel的缩写 透过hotel detail找 第二个是哪一天check in 你的月跟日 用test函数 有没有 test函数 把他的format test 输入mmtd就可以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住几天 就是几晚 加1 最后的话呢 就是再放上他的什么 他的那个名字 OK 打勾就 大功告成了 所以我们编号就制作完成了 特别注意哦 这个ID booking id不能打错哦 而且也不能少一个或多一个字哦 为什么?因为后面 我们要透过这个来查询 如果你这个不对的话 那两边不match 你就查不到后面的这些资料哦 也就是两边要match 因为ID是唯一的 而且 一定要一致的 不然的话会查不到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哦 所以哦 这边的话呢 主要刚好跟那个人事考评颠倒 刚刚是人事考评是从他的ID 他的编号去查到其他的东西 那这边的话是什么 把其他的栏位资料 再变成这个ID 那我们等于是透过有大概应该是五个栏位的结果把它拼凑成一个ID 所以以后你们也可以模仿 以后如果你要产生一个ID 你不知道要怎么去给一个那个这个ID名称的话 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不过切记就是那个ID 一定不能够重复 你不能说有一个ID是跟别人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就完蛋了 所以哦 尽量那个你的ID 里面的参数越多的话 相对的越不容易重复 好 试一下哦